李然快点 不过新开的超市 对方有几乎没有利润的价格 为开张造成事 那就不用怕 最多一两个月他们就会上调物价 我不信在没有利润的情况下 他们能撑多久 一会见到他讲话的时候 一定要小心一点 好了放心吧 哎 夫人 我来了 欢迎 这是我的同学 嗨 见到你很高兴 我叫汪小薇 见到你也很高兴 她特意送我过来的 好的 进来吧 你的房间在二楼 这房间是我先生特意为你选的 谢谢 Tresa 你家好大好漂亮哦 我怎么听到小薇的声音啊 不可能吧 这大哥是古董吧 肯定很贵的 这墙质的颜色真高雅 Tresa 我好喜欢你的名位 怎么来了 不知道 李然去哪儿了 我不知道 李然 吃饭了 哦 来了 我的厨艺怎么样 哦 真是太棒了 你是个很好的厨师 让我有了家的感觉 谢谢 谢谢 那么你们平时都怎么吃的呢 平常我叫外卖 有时候去饭店吃 但是吃多了也会腻 这时候啊 特别想吃家里做的饭 我吃的比较简单 基本上是有什么吃什么 啊 李先生 我们这样讲中文 Tresa阿姨听得懂吗 没关系的 我们俩生活在一起二十多年了 绝大部分的中文她都听得懂 就是不能说啊 哦 李然 你会做一些什么菜啊 哦 我会做一些家常菜 比如说炒蔬菜 红烧肉 清蒸鱼 还有豆腐 哦 这就好 我先生就喜欢吃中国菜 是吗 哦 要水吗 让我来吧 你的朋友真是有意思 谢谢 嗯 李然 午饭后我先生要睡一个午觉 我带你去打理一下花园 有些工具你可能都不一定会用 我来教你 Tresa 嗯 怎么了 这回吃过饭要回公司 你来正好顺便跟她去一下 有些文件帮我拿回来 都是几件 好的 我要赶快处理的好吗 好的 谢谢 那你下午就先打扫房间吧 你知道怎么打扫房间吗 我 我知道怎么打扫 我会帮她的 谢谢 哦 我去盛水 不用了 我自己来 谢谢 你这样太冒险了 听说你病得不轻 出不了门 我担心了好多天 我不是有两间文带话吗 我没事 可是 你都要动手术了 那肯定不是小病 你别瞒我 心脏是有些问题 这次做了全面的检查 也安排好了手术的时间 什么时候做 日期还没有确定 医生要我这段时间呢 好好静养 其实爸爸是非常想念你的 这几天我也一直想找个时间 跟我太太说的 只要她给说通了 你就可以回家 跟我们一块生活的 可你这么一来 到时候她知道的 解释起来就更麻烦了 对不起 爸 我也难腻了 可是 我一定会想办法 让Tracy阿姨喜欢我的 我觉得她心很善良 只要我对她真心的话 她一定会接受我的 孩子 事情哪有这么简单呢 听到从书房里传来的谈话 我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 饭桌上刚刚发生的一幕 其实让汪小薇的处境十分尴尬 我对她又同情又担忧 从小就缺失父爱的我 在心里为这对可怜的父女祈祷 在以后的几天里 我逐渐适应了当保姆的生活 在这座大房子里随意的进出 几乎没有任何境地 与两位长辈也相处得很好 他们好像没有把我当外人来看待 让我从到了西班牙之后 一直紧绷着的极度疲惫的心灵放松了下来 可以不夸张地说 那是一段阳光灿烂的日子 只有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 我才会想起我旅居这里的目的 想起陈寒 这个让我心痛的男人 是一段阳光灵 在这座大房子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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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广 对 你的指导 动作 在香港 对 谢谢 恩 sz 我可以介紹一下大家的同學 我剛才到香港的同學 所以我們要來的歡迎 歡迎 請坐下 謝謝 關鍵的詞 是很重要的 是很重要的 我們在通討論 我們在通討論 所以是很重要的 要學習一下 詞語,詞語 完全全都 也有兩種方式 有兩種方式 有兩種方式 这学校人真不少啊 有几百个人吗 不过华人特别少 是啊 你是从香港来的 其实我也是内地的 前两年继承遗产才去的香港 我说呢 你怎么一点香港口音都没有 你来西班牙做什么呢 前两年香港生意不好做 所以大家来探探路子 你呢 谢谢 跟你差不多 你也是做生意的 我吗 网络服务 是啊 我在香港做做房地产 贸易 什么都做 什么都做不好 你觉得西班牙有希望吗 也不太容易吧 而且我来这时间也比较短 对这种情况呢 还不是特别了解 是啊 现在做什么都不好做 本来听说西班牙挺好玩的 没想到一到晚上的时候 黑灯瞎火 要不是为了看几场巴萨的球赛啊 早回去了 你是巴萨的球迷吗 哎呀 我可是巴萨的铁杆球迷啊 哈哈 巴萨队你喜欢谁啊 哎 图奥 那还用问吗 那你有点落伍了 现在是梅西的时代啊 是 梅西的确是踢得越来越好 哎 你去过诺坎普看过球吗 还没有 球票挺不好买的 不过我在这呢 当时找到一家巴萨的球迷酒吧 气氛挺不错的 是吗 哎 什么时候带我去一趟吧 嗯 好啊 找个时间吧 说定了啊 我知道你是林伯伯的儿子 你在这干什么 我在这打工 哼 我说你狗仔队的鼻子很灵吗 什么狗仔队啊 你怎么装帅啊 做记者做到你这个份上也够专业的 不过连卧底这一招也用上你 不觉得你自己很可怜吗 请你对我说话客气 我来这也是打工的 还有 上次你把我的相机抢了 我还没有向你道歉 你休想 我警告你马上离开我们家 要不然不只是厂交商机那么简单的事了 那你想要干什么 我想要干什么 这就是我要问你的问题 你死皮赖脸的盯着我 居然还混到我的家里来 你到底想要些什么呀 想知道我有多少女朋友 还是我内裤的颜色 你想要看吗 我马上给你看啊 你有玩 有笑 你以为你是谁呀 见谁都是狗仔队 那一天在球场偷拍我 害我进警察局的就是他 不是狗仔队是什么呀 可是我告诉你 他是跟大陆旅行团过来的 你会不会认为 追捧你的狗仔队 已经发展到中国大陆去了 这我感觉也太好了 你别听他们傻说 张口周来就是他职业本色嘛 一巴塞罗那 我们坐的是同一班飞机 而且坐卫相邻 就是他照顾我一路 这他能编吗 为你的愚蠢的教恨 他已经委屈一次了 现在又被你如此伤害 让人家一个大陆来的姑娘 怎么看你 怎么看待我们海外华人的 明督家教 对不起啊 哎 再向你道歉啊 从来没见过这么理得 记着道歉的人 OK 我向你道歉 I'm sorry 我记得我们借过两次嘛 可你的那个名字 我还不知道吗 可我知道 我给你留下的印象有多差 我记得第一次 你骂我流氓的时候 然后我比你还要生气哦 但是现在 我再也找不到更合适的词来骂我自己了 我希望呢 我们能够重新认识 I promise 我令我们会成为你重要的朋友的 虽然当时我还不知道他是我弟弟 但听了他那番有些欧化的中文表达 心里还是涌出一股暖流 开始融化冰霜 我能感觉到他那真诚的歉意 我相信他说的都是心里话 我相信他说的都是心里话 雨好了 太谢谢了 李然 跟我们一起吃饭吧 好的 太好了 谢谢 真香 中国菜真是太好了 你喜欢吗 当然喜欢 等一会 知道啊 这么说你真的想通了吗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我只想下公司上半年班 为什么 我除了要对老爸跟公司负责之外 我还要对那些孩子跟孩子们的加强负责的呀 你们那个异想天开的所谓足球俱乐部 连每天几小时正规训练的场地都住不起 会有什么经济效应 为什么你就丢不下 是 我们是没什么商业前途 大部分来我们俱乐部踢球的孩子 家里都不富裕 尚不起专业足球学校 但是他们当中有很多的很有潜力的 如果没有人帮他们组织起来 他们的才华可能就被埋没了 我是不愿意当年发生在我自己身上的事情 再一次发生老爸 拜托拜言 别谈公事了 好吗 好好享受晚餐 好吧 好 谢谢 哇 嗯 这汤太好喝了 你怎么做的 叫什么名字 啊 腌多鲜 哦 哦 对不起 这个菜名可能不太好懂 嗯 你吃这个太咸了吧 不 我觉得这个菜的味道正好 吃的太咸对肾脏不好的 没那么可怕 这才是我们老家的正宗烧法 啊 嗯 妈 把嘴粘开 不不不不 来来来来 把嘴粘开 嗯 嗯 嗯 很好吃吧 嗯 来来来来 再来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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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一口妈 对你爸爸来说 公司是最重要的事 你是我们家唯一的孩子 你爸爸辛苦了大半辈子 创下的这份家业 你不继承谁继承啊 这个我知道 可是现在的问题是 我根本没有兴趣嘛 当初你们硬逼着我读商科 我一见到那些利润啊 成本啊 我就快疯了 我觉得 现在让我在从头学起 是不是有点太晚了 不会的 你爸爸创业的时候 也就是你现在的年纪 可我不是爸爸 说实话 我以前是看不起商人的 现在又觉得他挺好的 想想还是 还是自己太幼稚了 你能这么想就是一个进步 你妈妈还在老家吗 在上海 我也是在上海出生的 那你爸爸是上海人 不是 听妈妈说 也是他老家那边的 我没有见过我父亲 他很早就去世了 我从小是跟妈妈一起长大的 那你妈妈怎么舍得让你一个人 跑到海外来呢 当然舍不得了 是我任性 听我太太说 你在国内是摄影师啊 挺好的工作的 放弃不可惜吗 没办法 想来嘛 总得要做出牺牲的 这样牺牲我里面大了一点 从早到晚在我这干活 哪有时间读书啊 太耽误你了 我想跟我太太商量一下 每天下午还是让你去上课吧 这怎么能行呢林伯伯 我拿了你们那么高的工资 怎么可以只干半天的活呢 这不可以的 再说了 去不去上课 对我来说无所谓的 不就是为了要留学 才留下来的吗 不去学校怎么能说无所谓 你跟小薇是好朋友 我们又是老乡 作为长辈 虽然谈不上怎么帮忙和关心 至少也不能眼睁睁在看着你荒废学业吧 丁伯伯 您对我可真好 其实我不应该瞒您的 我来巴塞罗那不是为了读书 我是为了要 找到我的未婚夫 我会回到巴塞罗那 但这次读书 因为我们已经有时间 结束了 所以你们可以回家 谢谢 到明天 到明天 谢谢 谢谢 还没问你你住哪儿 我住的离这儿有点距离 你呢 我住住城里一个小公里 那你一会儿可以打我吃 不用 我是说今天晚上如果没事的话 想请你吃个饭 正好顺便还问你几个问题 今天晚上可能不行 我约了哥比专一女孩 女朋友吧 就是一般同学 那就叫她一块去吧 我问她吧 行 葳葳 哈喽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我们班来的新同学张华 哈喽 你好 David提供你的名字 你是从香港来的 嘿呀 你们班从中国来的新同学了 他好几天没来上学了 你们也有从中国来的 是啊 不过我觉得他以后不会来了 他找到一个全日制工作做保姆 你好 张华今天晚上请吃饭 一块去吧 如果小薇小姐能够闪光的话 会是能性 哎呦 你们两个男生喝酒吃饭 我凑什么热闹呀 烦了 魅力不够 要没事的话就一块去吧 就是一块去吧 好吧 她失踪以后 我每天都在找她 可是一点医菌都没有 那段时间我都快要崩溃了 一个之前我最爱 最信任的人 突然之间背起了承诺 再要跟我结婚 那天人间正发了 那时候我每天脑子里乱乱的 什么念头都有 林伯伯 我跟她是患过难的 我很爱她 我非常看重跟她的婚姻 那会儿有人替我猜测 说她是不是得了婚姻恐惧症 一开始我不相信的 但是后来我觉得 我会不会也有这个可能性呢 是她突然间对我不满意 所以跑掉了 还是她觉得我不够温柔 不够贤惠 不会干家务 个性太强 可是在这之前 怎么一点迹象都没有呢 想来想去 我都找不到一点线索 就在我最绝望的时候 大概 是她失踪一两个星期以后吧 我在单位没心思上班 找了一个借口 就提前回家了 是从巴塞罗那寄出去的 虽然明星片上 只写了I love you 一句话 但这句话却救活了我 您知道吗 我至少可以确认两点 第一 她是爱我的 不管她处在什么样的处境之下 她都是爱我的 还有就是 她还活着 她已经到了巴塞罗那 虽然那张明星片上 没有她的签名 但是她的笔记 我是认得出来的 这不是地址 这是信箱号码 说明不了什么问题 就凭着这张明星片 这个唯一的线索 我去旅行社 报名参加了欧洲四国游 后来在飞机上 就遇到您了 我说当时在飞机上 你怎么就跟其他的旅行社不一样 那些都是兴高采烈的 就你 大部分的时间都心思重重的 在后来的事情 我刚才已经跟您讲过了 我在幽居门口一直等 但最终都没有等到 后来我就去了诺坎普球场 结果在那儿我的相机被抢 当时怎么能想到 抢我相机的人 会是您的儿子呢 后来在语言学校里 又跟您的女儿 成了同伴同学 再后来又因为找工作 误打误撞来到了您的家里 想想真是有意思 看来我跟你和您的家人 很有缘分了 可你这样盲目地寻找 效率也太低了 那又能怎么办呢 就算希望渺茫 那也得找啊 祈求奇迹出现吧 我给你出个主意吧 在巴塞罗那的几家主要的中文报上 肯定选喜事 如果你未婚夫还在这的话 很容易看到的 这个我有想过 也去打听过 只是费用太高了 钱不是问题 问题是他背着这么多的人逃到这里 他一定是有问题了 也许重案在世 也许被什么人追杀 命悬一线 在这种情况下 即使看到了广告 他会轻易来跟你见面吗 如果他知道我在巴塞罗那 他不会不理我的 你凭什么对他这么有信心啊 我们发过誓 但是 彼此相爱 今生今世都要在一起 姑娘 我是个过来人 也经历过很多的事 以我的经验来看 人是散变的 他今天可以对你还是三梦 明天又可以对别人三梦还是的 不会的 不会的 他不会的 可以告诉我他叫什么名字吗 陈涵 艾东晨 涵养的涵 是德瑞萨阿姨回来了 特瑞萨阿姨 永文怎么没跟你一块回来啊 他不回来 跟孩子们在一起呢 哦 怎么买了那么多东西啊 是啊 雷然这些你先放进冰箱 其他的待会儿我来放 好的 我回来了 哎 里面装了什么 我特意去了一趟华人文具店 你在家不是觉得很无聊吗 我给你买了 这些东西 你还记得我这个爱好 是啊 过去是没时间 现在好了练练字既能打破时间 又能锻炼养生一举两得 不 等练好了还能卖钱 不是一举三得吗 哦 这我不抱希望 谢谢了啊 我把它放在你的书房里 好的 谢谢 谢谢 哈哈哈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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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高兴见到你我叫汪小薇我来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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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人 那天陪你一起来的那位同学 她怎么这几天不来看你呀 嗯 嗯 我不知道 可能忙吧 她学习体育工的 嗯 她是跟你一起来的吗 嗯 跟我差不多时间 嗯 这么说你们在国内并不认识 不认识 我是从上海来的 她好像是从浙江来的 我也不太清楚 嗯 你们没住一块 没有 不过 我到她那里去过 啊 她住哪啊 跟谁住 嗯 她住的离学校不远 就是属于那种 单身公寓 嗯 在那个地段租得起房子的 也不容易啊 她在哪打工啊 她好像没在打工 啊 不打工 居然租得起那么好地段的房子 钱从哪儿来啊 嗯 这个我不太清楚 哎呀 现在国内有钱的人家很多的 尤其在他们江这一带 这次我回去也算是开了眼界了 她应该在这儿有男朋友吧 我不知道 应该没有吧 这段时间我在跟她交往过程中 只听她说过 她跟别的班的一个男生有一些联络 那个人好像也是从中国来的 但是我没有见过 她在国内是干什么的 她是个演员 演员 对 你怎么突然想起问她的事来呢 我觉得这个姑娘看上去不简单 嗯 是吗 你不觉得吗 是吧 嗯 嗯 你如果在这里注册公司的话 那岂不是要国内和这里党头跑 我那点时间放一下 我准备在这边发展 公司我已经注册 审批这几天就可以下来 行吗 哎 以后你需要个秘书之类的 别忘了我 我那公司就是个名字 怎么弄起来我心里还没谱呢 你是大老板的女儿 我请你当秘书 不是取材的吗 什么大老板的女儿啊 每个家庭有每个家庭的难处 只是你不知道 从面上来看 王小姐应该是个富贵之人 既然是富贵之人 就不应该有衣食之忧 你所说的这个难处 恐怕是情感问题吧 你会看面相 面相藏不上 越人多了 我有心得吧 那你看我的面相有什么问题 别动 转过来的 王小姐啊 你的确有情感问题 而且你是处在各种情感的交叉口 你现在是欲祸不得 欲气不丢 欲凭不敬 欲爱不能的这么一个尴尬情点 哎 你真说对了一些 而且 王小姐好像是喜欢上一个人 而这个人的态度又相当的暧昧啊 这个恐怕是王小姐的难处 我只怕将来 变成一场 单相思 恕我直言啊 这个人 应该是有女朋友 而且感情还很不错 王小姐是既无法抗拒她的魅力 又不想当第三者破坏人家的情缘 假说啊 别往心里去 你真厉害 你越说越顿 我有个电话 接一下 你会看笑吗 真信了 你刚才说的说的蛮准 哎呀我们是纯属下呗 那你知道我有女朋友 我不知道啊 那你刚才不是说 哎呀不说八道吗 不过 像你这么一表人才 不会没有女朋友吧 啊 哎 当时弄得我跟林伯伯特别紧张 还以为他看出什么来 后来我们想了半天 应该是没有什么破片 那我爸爸什么意思 他还想继续埋下去 林伯伯当然是想解决这个事情了 但是她说过 这个事呢不能着急 如果事情处理不好 会震荡很大 其实到时候受伤害的还会是你 我听明白了 她说的顾虑其实是害怕 害怕面对现实 害怕破坏自己的形象 害怕她老婆跟她过不去 可是她为什么不害怕 我受委屈呢 小薇 你别这么说 通过我对林伯伯的了解 我觉得她还是很为你着想的 哦 她听你这样来跟我说 她和这件事 已经不能再拖下去了 如果她真这样想的话 就应该用最快的速度 跟她老婆坦白一切啊 小薇 这是你们自己家里的事情 我不便多插嘴 我今天给你打这个电话的意思 就想提醒你 这两天你先别过来了 要不然 特里莎阿姨真的会怀疑的 给点时间 林伯伯肯定能处理好 记住啊 你这两天千万别过来啊 好了 我知道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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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是 谢谢大家 我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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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里人还好吗 小灰 你怎么来了 不是不让你来吗 我想你想看你怎么了 Teresa在家呢 在就好 偷偷摸摸反而不好 小微 你放心吧 我会用我的方式让她接受我 这是什么呀 哇 你哪里弄了一只玻璃鸟啊 这不是玻璃 这是水晶 她叫天堂鸟 今天终于飞到她向往的天堂 你觉得Teresa阿姨会喜欢吗 你这是送给她的 摆在哪里比较显眼 来 你觉得这里怎么样 放在这儿呢 放在这儿是挺显眼的 放在这儿是挺显眼的 谁来了 你好 你好 Teresa阿姨 很高兴再次见到你 见到你 我也很高兴 这是什么 Teresa阿姨 这是小微送给你的礼物 哦 哦 太谢谢了 非常漂亮 我还从没见过这样的玻璃鸟呢 哦 这不是玻璃 是水晶 是我从中国带来的 哦 这么贵重的东西 本来是应该送给特别的人吧 哦 不 这是专门为你买的 是吗 我们之前并不认识啊 王小姐 事先给一个不认识的人买礼物 小微她是好医 是这样的 那天我见了Teresa阿姨觉得很亲切 不知怎么的就想任您做干妈 所以特意从带来的东西里面 挑选了这一件当做界面礼 王小姐可真是会说话 不过我想 你这东西 就算是没有送侧人 那也肯定是放错了地方 中国人特别相信风水 我这么多年也多少受了点影响 这东西放在这儿 会给我们的家庭和生意 带来霉运 哦 对不起Teresa阿姨 我真的不懂风水 也不想冒犯您 请您一定要原谅我的无知 不知道风水不是什么错 可以被原谅 但是 如果不尊重自己 这样的错误就不可原谅了 我不懂你的意思 请问王小姐 我要是不住在现在这座房子里 而是住在工厂区的简易的联租房里 你还会想到任我做干妈吗 如果我丈夫不是什么公司的大老板 只是个为游客开车的司机 或者饭店里的厨师 你还会想方设法接近他吗 我还是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王小姐 请不要怪我说话直率 我说的 是生活的真相 我知道 你刚刚来到西班牙 但是 我认为 你选择了一条错误的道路 想借助富人力量 不劳而获一步登天 我 我可以事先告诉你 走这条路会让你羞愧的 无言见人你听懂了吗 你误会了Teresa阿姨 我只是想让你喜欢我 才提出让你做干妈的 我没有想到 你撒谎 其实你早就开始勾当我的丈夫了 我知道你是个演员 但是你把舞台上做的事情 带到生活里来了 只是你的演技不够好 假如我今天不戳穿你的把戏 那我丈夫还不知道 要被你纠缠到什么时候呢 我 我 小薇小薇 Teresa 跟我上来一下 是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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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那么遥远 张开双臂想要越过大海 有没有一种爱 忘得下一生的等待 我们那么靠近 伸出双手却只抓住空白 有没有一种爱能放得下 是谁说好一直相爱 结果却分开 是谁以为早就懂得 其实不明白 红色裙脚的摇摆 回忆当做尘埃 石榴花不再盛开 错过你错过爱 我回来 你离开 你微笑 我却哭起来 我们那么遥远 张开双臂想要越过大海 有没有一种爱 放得下一生的等待 我们那么靠近 伸出双手却只抓住空白 有没有一种爱 有没有一种爱 能放得下一生的等待 我们那么遥远 我们那么遥远 张开双臂想要越过大海 有没有一种爱 放得下一生的等待 我们那么靠近 伸出双手却只抓住空白 有没有一种爱 能放得下我一生的等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